大家好,我是旭玲,欢迎收看本期上车走吧 本期我们的试驾车就是我旁边这一台宝马Z4 那问题又来了,我看着它去哪呢 如果简简单单去个网红咖啡厅 感觉一方面对不起它这个朋友 一方面又觉得对不起它那个背景 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大胆一点 放飞自我一点,刺激一点,开得远一点 我们去 我特意选择了午后出发 因为一路向西边开车边欣赏落日余晖 在天黑前抵达目的地再配上一份手把肉 但人算不无天算,一股来自东西玻利亚的强冷风不齐而语 当我们抵达乌兰哈达时 见到的是罕见的内蒙水箱 导致三个半小时的高速 额外加上两个小时的逝去赛车 快快快快进来 就剩咱们了,包场了 那我还能吃饭吗 你看啊 才晚上九点餐厅又打烊了 真是个慢级走的城市啊 但幸运的是还有一些勤劳的商家 在午夜时分依旧营业 而且提供外带服务 哈哈 这一天算是圆满了 开心 在乌兰茶部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它的早餐 因为早餐实在太给力了 一方面量又足 而且特别具有地方特色 就是热量有点高啊 我们今儿去木马仁 这是乌兰茶部当地的一个连锁的奶茶猛餐早点馆 走 再来一碗奶茶 要一个雪肠土豆 一个羊肉沙葱 一碗羊杂汤 一个奶茶 最小份的 半壶奶茶 两个包子 一个是羊肉沙葱 一个是新品 叫雪肠土豆 吃不如一听起来 这名字就具有当地特色 你看见 这大小 这是什么事儿呢 我能不做出吗 叫眼前的一切 是不就是我们想象中 开敞篷车的感觉 一半晴空万里 那一面 雷雨交架 你听现在还能听到雷声呢 这雨刚从我们那过 我觉得这车还试着呢 这一切仿佛也直观地 表达了我们生活中的 某种客观真理 就是万物的双面性 就如同开这台敞篷跑车 这眼前一切的美好 都是背后开一台 普通ICV好几倍的艰辛 更加稳定的心态 以及对不可测未来 随机弄变的感觉啊 讲真 开它出来真的没有太多安全感 但这种洒推喜悦 也是千金不还的 这里是苏尼特有奇 乌兰哈达火山区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 是三号火山的火山锥上面 也叫北链丹眼口 北链丹炉 好了 秀一下你别往下走了 我好担心你的安全 快上来吧 来个滑子 喂喂喂喂 看 那个就是火山口了 火山口什么的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们脸上的痘痘吧 六千万年前的时候 击击破了 然后我就形成了旁边这个火山锥 也就是 倒印 倒痕 看 这就是地球的毛孔了 你看 也又发炎了 我现在把手伸进去 我现在把手伸进地球的毛孔 哎呦 哈哈 只是所以说这车 特别适合女生 还不就因为这车的外观造型 因为我爸妈那年代的话 说这台车的话就是 这车看起来真俏 但用现在流行的语言 应该是这车特别有肌肉线条 但我觉得啊 用女生性产的锁骨来形容它 似乎更为合适一些 如果很多人买车的时候 都计划的好着呢 我除了要日常代步之外 我还要周末出去玩 我要去西藏 我要去拉萨 我要去新疆 想着好着呢 但是可能这台车从买到卖 这辈子这台车都没出过 它所在的城市 你看吗 出来玩也需要很多勇气的 就如同你去选择一台长逢跑车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去用它 不是不想要 而是现在需要了很多的感性 Z4M40i 敞篷只占它乐趣的一把 另一把乐趣就来自于它的性能 前置后驱 50比50的车员配重 压载宝马的3.0TG6缸 温轮载航动机 340马力 500厘米 而且1600转就可以进入它的 峰值扭矩区间 百公里提速4.5秒 汽车产品嘛 一定是会不断升级 不断的进化 但是 现在在售的那一台宝马三系吧 以至号称说叫 能代表宝马这个品牌的宝马三系 似乎让很多Bimmer失望了 因为它兼顾的太多 就相对减少了Bimmer心中的那种乐趣 但这一台只为乐趣而生的车型 现在驾驶感觉真的太棒了 彩虹 我们现在在苏尼特有奇 布兰哈达火山区 大约在一亿年前 一个独立的地质运动 形成了如星座一般的 无数个火山锥 大约在六千万年前 完成最后一轮喷发之后 就形成了我们眼前这般景象 无论是从观赏性 还是从地质学角度 都具有非常高价值的独特景观 那我身后这一个就是最具特色的叫做一号火山 这些被遗忘的孤立火山群成为如今的模样 并不是简单的形成 而是经历了我们所看不到的过去 在六千万年前 这里大概就是那个被我们称之为地狱的地方吧 来那么游玩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只需要花油过路费 以及时速费用 其他的景点都不用花钱 特别省钱 当然了来这儿一定得做足够准备 就是防晒要做好 脱好防晒霜 然后最好再做点物理防晒 什么防晒衣能穿到就穿上 墨镜帽子最好都戴上 这里呢风挺大的 而且挺干的 一定要注意多补充水分